原木窗框搭配白色墙面 带着文青感外观的贝壳好事 里头陈列的商品 从手表、钱包、餐具等生活用品 到教具、童书甚至佛经都有 看似五花八门 但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群众集资 那作为群众集资 在台湾可能规模最大的公司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在大稻城这边落脚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不只是从地方创生的改造 然后也可以希望可以把很多台湾好的产品 好的团队带给不只是台北 不只到台湾还到世界各地 那这边也会是目前全台湾规模最大的 也是最主题性的群众集资展示空间 很欢迎所有对群众集资有兴趣的人 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就是群众集资它有个特色 就是它大部分时候是有了样品 可能还没有量产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大家还没看到它 就不需要支持它了 那当然很棒 因为大家提早的相信 可是如果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看得到摸得着 而且即使集资结束之后 还可以体验 再决定要不要参与的话 有一个空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决定要开一个这样子的展示点 跟活动空间 让更多喜欢群众集资的人 可以试试看 摸摸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贝壳 就是贝壳的英文 其实是Backer B-A-C-K-E-R Backer是赞助者 那所以贝壳是从Backer 在做音译转过来的存在 那贝壳好事 我们公司叫贝壳放大 贝壳在古代也是钱的意思 因为在靠海国家就是钱嘛 所以我们公司的贝壳放大 就是钱放大 让赚到更多钱 或让钱变得更有意义 那如果是贝壳是赞助者 他们有一个好的空间 那就是Backer House 好事 所以就是贝壳赞助者的空间 这是我们定义这个名字的原因 这个地方它间具有三个不同的属性 它是从1900年代开始 19世纪开始 就已经非常茂盛的商业的所在 那这边也有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义 然后刚好跟现在群众集资的两大主题 商品的开发 文化的传承是直接相连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所在了 打破过去群众集资商品 看得到却摸不到的限制 店内集结超过50个群众集资品牌或产品 补足消费者的实际体验 也提升对商品品牌的信任感 其实群众集资跟地方创生 是有很直接的关联的 而且不是只在台北 不是只在西城区而已 像你看到这边展示的有像栗子 那这个是苗栗苑里 用正三角令草所编织的各式各样的产品 又或者可能我们看到台湾有很经典的像是老花砖 那老花砖在嘉义市就有一个老花砖博物馆 然后还有像绊绊花这个团队 他们就把各式各样有意义的花砖 结合成了一本像画册跟图件的方式 可以让各个不同的人 就算没有清零现场 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文化传承的意义跟特色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群众集资的品牌 进驻的会越来越多 然后另外这边也会定期跟不定期的举办 群众集资的展示跟说明活动 那例如可能你现在看到一个品项 它可能不是只是在网路上呈现而已 它会希望可以办试用会 可以办说明会 那我们这边就基本上都会无偿 提供给群众集资团队做使用 那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领域 其实我们这边会主动邀请不同的团队 那我们自己也经营了群众集资品牌叫挖背 那挖背上的优秀专案 也当然是他们会有当然的权利 可以进驻这个空间做呈现 我们会分两块 一个是正在集资的产品 因为正在集资代表它可能还没有量产 那它还没有量产的话 它必须要能够提供完整的walking sample 那它可以被展示才可以被使用 那当它已经集资成功了 已经正式出货了 那我们当然也很欢迎它在这边继续展示 所以成功的出货的产品 或者是已经有了样品 而且功能可以被体验 是在这边展示的必要条件 除了可以看到实际的商品 透过专人的介绍 对产品的创意与设计理念也更加了解 像是由一群交大校友 花费一年时间研发的轻薄雷射雕刻机 以及兼具疗愈外观与使用功能的磁符碑 都让人嘖嘖称奇 那我们这台是台湾自己研发的雷射雕刻机 然后也可以做切割 然后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操作 所以你可以直接输入照片或打字或签名 然后前面看到都是它做出来的作品 像这个就是切木头 然后它就可以一次切到5mm 然后这个是颗玻璃 甚至是有曲面的都可以 然后像这种就是颗照片 然后解析度可以超过500dpi 然后速度也很快 所以你可以直接现场做客制化 或做体验都很方便 然后它本身有很多安全机制 像是这个是完全护木的滤镜 然后或者是一些防呆防撞 然后它本身的话是走6公斤 跟高只有6公分而已 所以做收纳或攜带都很方便 然后蛮多学校单位或个人工作室 手作业者甚至活动公司都有购买 这个产品就是一个环保杯 但是这个环保杯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可以把那个内容物跟那个饮料 可以做一个干湿分离的 而我们用的原理就是 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中岛 里面就是用一个磁铁的原理 可以把它自由的往上往下拉 就看到前面的那个示范一样 水果茶的水果跟珍珠或者是茶叶 都可以很轻松的从饮料里面 整个透过这个磁环把它拉起来 那就可以打开盖子 可以直接吃到内容物 或是换掉旧的茶叶 或是可以让那个珍珠不会泡在奶茶里面太久 而导致于那个口感不佳 所以也可以给一些比较喝得慢的人 可以更适合的去喝这个美味的珍珠的口感 而我们这一次的产品呢 也得了德国的IF设计奖 所以这个也算是很不容易 整个投资跟那个开发 都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里面的一个产品 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公司独家的专利 有在里面的 其实群动集资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呈现出来 然后可能像出版物 然后甚至可能比较特别 你看像妙法莲华金 法华金这样的就是珍藏版 它都可以透过群动集资去推广 那包含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像杂志 然后到可能像生活用品 那这边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群动集资已经慢慢走到了 非常非常贴近生活的地方了 甚至可能像跟女生生理有关的产品 那不管说可能像是月亮库 然后又或者可能像月经蝶片 各式各样的存在都有 那这整个空间里面 其实现在已经有超过50多个 群动集资的品牌 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台湾 原生原创的好的品牌 那可能可以看到像食物袋 各种杯子或者是食物的盛装器具 这个跟环保概念有关的 也是群动集资非常受欢迎的领域 那后面也有包含 可能像更像是文创用品 或者是从小朋友到长大一点的 各种教育器材 所以其实目前 现在我们看到可能50多个品牌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这边全部都摆出来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壮观 这个也是台湾群动集资发展10年来 可能第一次有这么大的空间 这么完整的展示 这栋怀旧的历史建物 是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 每和民间单位进驻 从木造的屋顶 天花板到屋内的天井 一窥百年建筑风格 而店内结合商品展售 餐饮服务及活动 让老屋空间 化身为创意源源不绝的创新基地 其实我们跟老屋子的缘分还蛮长的 然后包含我们下一个办公室 也是在大理街的唐部文化园区的仓库 那两三年前我们的时候看到这个计划 有在推行 希望可以找到更有创意 然后更有带来新生命力的店家 我觉得我们这当然就是我们了 但因为过去这七年半以来 我们带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团队到世界各地 然后甚至包含地方的创生 所以觉得在这边如果能够开一间 可以结合群众的力量 然后举办活动 然后选择好的品项 那还提供很多跟群众集资有关的 食物跟生活的体验的话 是一个好的选择 其实整从结构面来讲 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修复 那因为当初大道城的这边 一系列都是街屋 都是店跟住宿 基本上是直接控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希望可以把生活的要素 跟直接的销售 和活动的举办联合在一起 所以原则上我们尽量 不要去改变它原本的设计 那么之前也有想说 后面是不是要做电梯啊 然后各式各样 是不是要做更明确的餐酒馆的体验 但一考量到说 这边会影响它原本的结构的话 我们都尽量不做 然后反而是把很多新的文化体验抬进来 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品牌 都是透过群动集资诞生或发展的品牌 那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个品牌 大概有200多件产品在里面展示了 那台湾一年做群动集资的团队 可能有1000多个 然后扣掉一半可能并不是原创的 那我们希望未来每年都可以在心 导入20到30个品牌到店里面 在新宇宙的交融中 看见时代的演进 与年轻人的创意活力 为迪化老街带来不同的客群 也为老房子注入新生命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好